如果你有英国楼准备要放租 现时的租务流程到底是怎样呢? 作为业主的你有什么可以保障自己? 甚至如果不幸遇到租霸应该怎样应对呢? 有什么保险可以帮助我们呢? 今天这条影片简单跟大家了解一下 Hello Edith 你好 Hello Leo 你好 今天这条影片再次请来 我们英国那边的租务专家Edith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英国物业出租的 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事业 首先Edith 可否和观众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有一间英国楼准备要出租 譬如说那个流程上 我们作为业主有什么需要知道呢? 可否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一般我接触的业主 其实他们都是买来出租 正如你所说 其实他们一般都有自己工作 都不会特别去买一张机票去自己收楼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先说回收楼的时候的通知时间 因为很多客户都常常问回我 一般由收楼 差不多出我们叫十个工作天的 Notice to complete 其实大概一个月松一点 律师就会发送一个电邮 就是温馨提示的买家 就说其实未来我第二个电邮给你 就是一个十个工作天的Notice to complete 那收楼的时候 其实只有十个工作天 就要完成这件事的了 即是无论你是贷款要收楼 或者你是贷款的 那些钱要准备好 所以有时候那个时间比较慢 很多时候客户都是 我飞不了过去的了 那你们就帮我们做收楼 那其实我们的服务 是由收楼那部分开始的 收楼我们都会帮业主去做厌楼 就是称为snagging 那这个是新楼的首次收楼 那只是做一次的 那我们这部分做的话 我们其实就会provide一个report 给发展商 那也都有同一个report 就会给客户做一个record 那我们snagging这个手续 其实就会包括所有的 之后的跟进的 那因为有时候发展商 可能某些事情 他未必第一次会处理好 或者他要去第一次去处理 他会投了几样东西 那后的几样东西是之后再进去 大部分时间我看到 那些snagging的问题 都不是大问题的 就是总之它不是包括 要换一些地板等等 就是可能裂了花了 真的要一块一两块 起去换的话 我们一般做完snagging inspection之后 都可以处理入家司的 那家司当然市面上 业主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们都是recommend 一些比较和发展商 工作开的家司商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它们都是有一个 质量的保证 始终市面上 我们说用开这种的家司商 很多其实发展商都会用它们 去dress它们的show flat 用得去dressshow flat 其实我们都知道 第一 quality好 它实用 因为始终发展商用得的话 有时候那些客人去marketing street 在楼上都会问 那些家司商是哪个 那它们都indirectly 都会做了个介绍 那入完家司之后呢 我们第一次 就是首次的新单位 是没有marketing的collateral material的 那我们就会去拍一辑的 专业的相片 那这辑相片呢 我们之后可以再重用回去出租的 我们当然了 如果那个单位去到十年了 我们在中途都会更新一些照片 但是起码头那几个租约呢 我们有一支帥仔照片 可以用去做那个marketing 我拍完照片之后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单位 列上一些的租务买卖平台的 那我们观众都会知道 其实这些都是zupla right move on the market 那agency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都会列在我们自己的网站 那和在我们每一个office的system 都其实共通的 就是我经常都解释给客人知道 我们有十个office的优势呢 其实不单止是 哦 如果你的盘子在西面 我们西面有office 其实有时候有些客人可能 在东面走开街 看到我们的office 可能进去谈一两句 但是其实他在告诉我们 我其实是看西面的 你有没有西面的盘子 那因为那个system 正正就是共通的话呢 我们就会capture到这些客人 至少我们看到先 我们有本是他喜欢的区 和他的budget 那就会和他预约 本身负责他有兴趣的地区的office 是的 多数到登了个单位 去出租的时候呢 我们都expect 头的十天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inquiry 和viewing已经报到的了 就是看楼 是 那当看完楼之后 如果我们抽了一堆的office 如果是有多一个的话 我们就会present给那个业主的 那到时业主就可以去选择 自己篩选哪一个office 他会最喜欢 那接受了office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take一个星期的订金 在租客那边 那就开始referencing的步骤 referencing 处理完之后 那就开始去处理一些的 租约的administration 譬如 合同 租客的按金 要register 政府是cap了五个星期的 那也是需要用政府 指定的其余的三个scheme 接着之后 一般的单位 起租之前 我们都会做一个light preclean 轻轻的清洁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 开始的时候 会做一个check-in inventory 那下一个check-in inventory 我们是需要的status 是写professional clean 因为就保障业主 当租客离开单位那一刻 我们可以在租客上 要求一笔钱 去做一个post-tenancy的clean 或者要求租客自己 去找一些professional cleaning company 去做一个清洁 如果租客是决定留在单位的 其实我们的组约部门 会在约完之前的两至三个月 都会联络回租客和业主 就问双方 其实双方是不是有一个组约的议员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都会问回我们local的branch office 去看那一刻 那个租金是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都会给一个suggestion的业主 ok了之后 我们就会一样处理一个renewal的contract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说的cycle 由收纽到租务到物业管理 是的 每一个单位当租客已经搬进去之后 我们是会有一个指定的物业管理报告经理 去管理这个单位的 那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它是个主力的联络人 between the 租客和 the 业主 因为跟香港很不同的 香港的agent找到客人给业主 其实之后就业主所有的沟通自己去处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色 就是part of the management 的服务 我们会做到所有的沟通的 嗯 了解 另外这一碟我想请教一下 譬如说刚才所说 就是由收的单位做snack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验收 找你们帮忙 那一路去到放租出街 通常这个整个流程大概搞多久 因为如果我有个单位 就是找你们帮忙 或者找你们同业 其实我作为业主 是很心急快点收租的 大概这个时间要用多久 明白 明白 我们整个portfolio 拉一个平均的时间 其实空置期大概是七天 有时候的空置期是更短 但是在一个新楼盘 新收楼的楼盘 都有好几样东西要处理 我们刚才已经所说 首先要返回发展商去交收 验楼 接着处理家司 接着第一次首次的 所有的市场 其实那一刻大部分都会处理完 那我一般建议我的客人 就是预四至六个星期 空置期是正常的 是一个新楼盘收楼 但是当它续约那一刻 其实交接位可以去到几天 那如果譬如说租客入住了 那里面的那些水啊 电啊 那些名字应该是怎样呢 就是业主名 还是租客自己搞定的 通常这些做法是怎样的 我们自己呢 就有一个内容系统 就会不会一个月的日子 update在系统里 系统其实就会trigger 一个correspondence e-mail 或者多数email 其实自己都少用信 那就通知一些供应者的 水啊 council tax啊 电公司啊 甚至乎broadband 就会通知它 这一天开始 这个约已经完 那这一天开始 新约开始 但是因为英国始终 data protection law 都比较严的 就不同香港 因为我记得上当年 我在香港做楼 那个agent借我 你传你的ID给我 我和你去register了 那个煤气公司 那么好啊 那么方便啊 我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其实英国是不可以做这件事的 但是当然了 我们都会有一个welcome pack 一封信去提到租客 其实他搬入单位那一刻 他需要做什么 第一当然是设置一个 starting order 去pay他那个租金 每个月 第二都是一些水电 煤电 所有的account setup 他要自己做 还有当然是准时交 还有离开单位那一刻 他要清洗那些数 那这些我们会提到租客 但是就不可以 physically和他去register 都是因为data protection的问题 ok 那另外呢 譬如有些apartment 要交管理费的嘛 那管理费当然就是业主支付了 那我想问一问呢 因为如果譬如交得给你们 你们帮忙代租代管呢 是不是业主是不用自己交管理费的 你们会帮忙帮他交费的呢 是的 但是多数业主呢 都喜欢我们去和他交一些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到他报税那一刻 他喜欢所有的数 在我们的单位上出现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一般呢 大部分的业主呢 当他在交了一层楼 给我们出租那一刻 我都会传一个信息 提给他们 给管理署update 现在呢 是我们公司去handle 他的account 那还有所有信呢 都是寄回去我们总行的 那如果譬如说 那租客呢 住住一下呢 譬如可能那些灯也坏了啊 或者一些很湿水的东西呢 通常以你所见 是租客自己搞定了 还是呢 都是找回你们 帮忙去处理的 我们现在 都有一个in-house system的 那就是 帮租客去troubleshoot 一些maintenance的问题 因为当然我们不想 每一次一些小问题 好像换灯膽 你都打进来 叫我们去send个师傅 出去换灯膽 因为这么多位都知道 英国的call out charge 都不便宜的 尤其是伦敦 所以多数如果租客 有一些maintenance的问题 他才要登入这个system 那他就会打这个问题 什么呢 当眼灯不着 那些troubleshoot的问题 会出现的就是 哦 是不是要换灯膽 譬如可能查到一些 有没有查到的电线 如果一盏灯 是要插插租 有没有插好等等的东西 就是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 提一提它 它查一查 那就有时候 可能帮它解决到问题 那当然我也明白 因为有些新单位 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那些楼很少 可能是用吊灯 有些已经是 一些可能平的灯 是藏了 甚至乎是在灯槽里面 那这些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你要个租客 可能每一条灯带都困难 因为一般 他们可能又要 involve一些电线 拔插 那当然我们都不想租客 在单位有什么问题出现 那所以 我们troubleshoot完之后 如果他都说 我处理不了的 那其实这个信息呢 就会传给他 物业管理部 就是去管理这个单位的 物业管理经理 那他就会直接打给租客 去了解这个情况 那再personally 在电话了解完之后 真的觉得 嗯 必须要传给师傅了 那到时我们都会更新的 业主就说 嗯 租客报告了 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都需要 传给师傅去了 那这个是个call out charge 多数如果是师傅做的东西 我们尽量都是那一刻 他出去立刻处理好为主的 因为不想call完一次 接着第二次又再出去 那如果一些大一点的维修 for example 如果我讲到是热水了 因为现在单位一般都不用boiler 是用电为主 那单位里面有一件东西 是叫heat exchange unit 可能里面有些component 真的要订的 那就变成了 这些情况的话 师傅就需要上去第一次的inspection 看能否做到 做不到吧 那第二次再拿了个零件 去处理 这样 另外呢 刚才ediff你提过 譬如我放层楼出街 找你们帮忙 可能同一时间 有几个offer 进来 那就是我选了其中一个 那位租客呢 他那个background 是不是你们会帮忙 去和我们去check一check他 譬如说 之前会不会曾经做过租霸 或者是他的收入 他的工作背景 那些资料 我作为业主是否可以知道 我们一般出offer那一刻 其实都会告诉给业主知道 租客的工作是什么 公司可能做了多久 他的年薪多少钱 他什么时候想起租 和租金他propose多少钱 ok了之后 我们做reference那一刻 其实我们是找一个independent公司去做的 那确保一个公正一点的结果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不想 业主觉得 哦 你是想快租而已 那你的租客好业不好 你都照顾给我 但因为这个正正这件事 referencing 是给第三方公司做的 其实他们就看了 文件而已 文件对付那些数字对不对 譬如他说我每个月 是出这么多钱粮的 那他会check 我在这间公司做的 他会打电话去confirm verify 这个人的职位 年薪 如果他说我以前都租过楼 那其实我们本身的referencing system 是比较严格的 我们是要租客登入一个system 去容许我们的referencing公司 去pull out 一些real bank transaction的data 就是for example 如果他说我过去有租楼的 每个月都给2000磅的 那我们会pull 几个月的 至少三个月的transaction 三至六个月 我们会看到 其实他每个月都是准时的 都是那几天交租的 都是2000磅 是的 没有欠过租的 始终如果我们说 只是问他拿三个月的量单 三个月的银行单 和公司上 当然我和你都知道 这些都可以是偽造 是的 但是当我们 cull一个banking system的transaction 是没有得压的 是的 那变成了我们会看这些 所有的transaction 和referencing system 都会看到他们有没有曾经 被人告过上法庭 有没有任何的county court judgment 有没有欠债 包括predit card也好 包括之前mortgage也好 有没有持过交这些的债行 所以到referencing 回来的时候 或pass 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大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之后 OK 那看到这里的朋友 很少在YouTube上面 会看到这么详细 讲letting 英国物业租务 这方面的资讯 那记得给个like 如果还没subscribe 我们记得subscribe 支持一下 另外Editha想问一问 如果我们放租出街 作为业主最怕的是什么呢 肯定就是租客 辞交租 甚至乎很不幸运 遇到租霸 可能他以前不是 突然间租了给他 他就变成租霸 如果类似这些情况 我们遇到 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呢 有没有什么solution 可以给我们 其实刚才我都说了 我们的referencing 比较严格的 我们首先 最主要check 其实是他的financial affordability 这个是最首次的 而且在英国来说 是没有网站 可以做一个background check 因为有时有些业主说 你有没有一些网站 英国是 就是每一个租客 曾经租过的楼 都有些reference record 没有的 因为background check 比较subjective 你要问到他 对上一个agent 或者业主 一些comment 给这个租客 人格上 住得干不干净 整不整齊 这些太subjective 所以最主要都是 financial affordability 但当然了 我都明白的 因为始终客的顧虑 都是他这一刻 past reference 不代表他之后的情况 不会有改变的 或者他失业 或者他身体不舒服 甚至乎 我当他由头到尾set out 这件事 都是故意的 是一个骗子 是的 我所有客人 其实我们都建议 他买我们一个叫做 Joe Gumbo 名称是rent and legal eviction cover 是的 有两个portion的 rent 那部分 就是Joe Gumbo 当我们的reference回来的时候 所有东西是没问题的 可以proceed的 那租金簿 就会受保这个单位 到时当租客真的失业 他没有能力去交租了 那租金呢 我们可以claim足100%的 那手续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已经可以处理到这件事 那当然我们头头的时间 都是会去了解先 就是找个租客 去了解究竟情况是什么 是他不刻意 不记得交啊 还是现在是有问题的 那第二件事 如果租客一般是没有能力交租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 可能搬来这个单位 那有时候他可能是等一些 政府屋的申请等等 那都是要花点时间的 那变相如何去叫走这个租客呢 就是要through法庭 through一个repossession order 那当然其实repossession order 都不是今天申请下个星期就处理到的问题 还是可能要讲好几个月 那还有可能又要上法庭 去present个case 之后租客可能又有一些objection 或者一些suggestion 可不可以迟一些等等的东西 那变了可能有一些back and forth 那每一次上庭 当然都有庭费 那律师要上庭 那律师都有个费用 那第二部分我的名字是eviction cover legal and eviction cover 那就可以正正cover了 律师的费用 平的费用 还有所有手续去处理这个repossession 那还有这个租金簿有什么好呢 其实当租客离开了单位之后 它会再補多两个月的空置期的七成半租金 那有时是担心 那些单位可能里面都要做一些翻身 或者要一些时间去把它登上市场去找新租客 其实这个租金簿呢 我绝对每一次都叫客买的 家居和租金簿二间一 我都会push it to watch 去买租金簿为主 尤其是如果它要供楼的话 ok 即是如果遇到这些就不怕有租霸了 那一个问题呢 譬如说举例 我的单位大概一个月收租2000英币 我这样计算吧 那一年可能收24000英币 那譬如说租金簿来说 成本大概是多少 跟回租金去订的 那一般呢 如果租金是低于2500英币一个月 那租金簿一年是310英币的 那如果租金是超过2500英币一个月 我们是收400英币一年的 那当年有些比较贵一些的单位 可能有些Central London的Penhouse 我说的是四五千以上的租金 那这些演售公司就要特别去做一个 给业主的 ok 明白 不过大陆的buy select单位 都会是在这两个category里面的 要么就under2500英币 要么刚刚看2500至3000 可以轻松一点的 ok 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 如果对于英国租务这方面 需要协助 或者要找EDIF他们团队帮忙 可以在这条YouTube片 文字栏下面有个联络我们的 大家可以click那边 到其时工作人员会联络一下 今天多谢EDIF的时间 下一次我们再邀请你上来 和大家share多些有关英国楼放租的事宜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